吴奇隆作为小虎队的一员 出名的也相当的早 人称四爷 在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 与著名女演员刘诗诗 哺乳婚姻的殿堂 两人的结合也得到了网友的祝福 纷纷催两人赶紧生孩子 在历经两年之后 吴奇隆官宣刘诗诗怀孕 让众网友开心不已 3月5日 吴奇隆在社交网站上 分享一组美食照片 并配文说 春日滋补正当时 网友看到四爷这一动态后 纷纷炸开了锅 小米粥 还有鸡汤和水果 都是营养必备的 然后下面还拍了三张他的图片 可以看出他们可能是 一起出去游玩了 这些都是对孕妇非常好的 根据这些图片 网友纷纷在问刘诗诗是不是 已经戴下了双胞胎 自从宣布怀孕后 刘诗诗几乎没公开露过面 吴奇隆为了孕期 似乎也有意放慢了工作节奏 怕老婆无聊 还带着诗诗 四处游玩看看明山大川 品尝特色美食 真是贴心得不得了 有时候还有一无意 暴露自己的奶爸属性 看来以后也是十足的奶爸哦 算起来吴奇隆 今年也快五十了 而这个孩子也是吴奇隆 人生中的第一个宝宝 相信他很期待小宝宝的诞生 从他退掉工作来陪刘诗诗 也可以看出他很爱刘诗诗 相信等宝宝出生后 他一定是一个温柔爱宝宝的好爸爸 不得不说 刘诗诗诗嫁给了爱情 也嫁给了幸福 这次吴奇隆的这个微博 也算是彻底的曝光了 刘诗诗在怀孕的时候 吃的营养餐 如果网友的家里也有孕妇的话 可以跟着这种搭配 这样的话 就会让孕妇的身体 更加的强壮健康 做这些的努力 可能也是为了 在后期生孩子的时候 能给孕妇减轻一些痛苦 相信吴奇隆 为刘诗诗准备的孕妇餐 绝对不止这么多 两人吸引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作为两名出色的演员 我们都很期待他们 能早日回归营业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作品 从婚前的甜蜜 到婚后的指手相伴 再到如今爱情结晶 或许已经诞生 吴奇隆无时无刻 不在身边 让他们的婚姻 充满着幸福 都说刘诗诗 嫁给了爱情与幸福 其实也不无道理 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 他们的小宝宝诞生 是 谢谢大家